他很少的 你都忘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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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 但是我 然后关注他 走音 因为看他走现 就感觉 没有太爱 所以就会开见面 很久不见了 然后我记得上一次 他去看他的话剧 然后有一次 他去看他的话剧 来 1800 来 加 这个香港 今天的惊喜 哈喽 哈喽 欢迎 欢迎 太开心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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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听 有点听不见了 听不见了 哦 有点给你 哇 哇 哇 谢谢 谢谢 叶藤老师专门准备了 蛋糕和蜡烛 谢谢 谢谢 我还有我最爱的 巧克力 巧克力蛋糕 Cookie蛋糕 我最爱的 最爱的 真是 太贴心了 太贴心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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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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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 说 你说我比你高 其实没有 我的情商没有你高 我的颜值也没有你高 所以还是你比较高 夜童很幽默 很有风趣 很会搞气氛的人 我是说实话 那我也说实话 我也说实话 我透露你一个秘密行吗 透露你一个秘密行吗 我的秘密好啊 太棒了 太棒了 大家其实 夜童姐呢 是一个非常有天赋的一个演员 我跟她拍《白羊子传奇》的时候 她对剧本呢 是过目不忘 对 很厉害的 然后我们每天在现场 都会走一次位子 走一次位子 然后都没有等走一两次吧 走一两次吧 夜童老师根本就丢本了 都不用看了 不需要走位 不需要彩排 不需要的 不需要的 但是就是说她对那个词啊 那个戏啊 真是一个天生的演员 而且呢就是在演戏之中 因为我有压力啊 没有 我有压力啊 我看到你们表现得那么好 那我就觉得说 如果我表现不好呢 就会让大家等啊 就很不好意思啊 所以其实我是在 在暗地里有用功的 有压力才有动力 对不对 那我还有赞你一句呢 就是她 不是她 你呢 就一 比如说导演说 开始一秒钟入戏 所以这样的演员呢 你跟她合作的时候呢 是非常舒服 非常开心 非常的怀念 嗯 嗯 那叶童老师 在我们什么时候 快合作啊 啊 什么时候再合作啊 对啊 那我们什么时候再合作啊 对啊 我就是很希望 有一天快点快点 再跟你合作 嗯 你很忙哦 你也很忙哦 你很忙哦 你聚会也没机会哦 你喝茶也我也没机会 请到你哦 对啊 我们一样啊 好吗 嗯 嗯 好啊 赶快啊 好 叶童老师 刚刚雅芝姐说了 您在这个演这个 新白娘子传奇的时候 那个现场非常的厉害 那您有没有什么小秘密 可以爆料给我们的 雅芝姐在当时这个 娘子的状态是怎么样的 她当然是永远都是最好最棒的 而且她就是永远就是在那边 嗯 稳稳的 然后就是很优雅的 然后她总会给人一种很很舒服的感觉 所以跟她合作其实是真的那种 就是感觉就很温柔很美很美的感觉 是真的 嗯 那你们在现场有没有一些有趣的那种小故事 是我们都不知道的 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吗 好想听八卦 不算八卦 有趣的 这是真实的 真实的 其实 其实最近有些事情我觉得挺有趣的 就是我最近去赛跑 然后我跑输了 然后我发现原来我穿的 对原来我穿的慢跑鞋 要快跑鞋才行 叶童老师你 你这么可爱的吗 叶童老师刚刚给我们讲了一个很笑话 对啊很幽默 有辈子 哈哈哈 我们拍戏当然很开心啦 因为我们三个女孩 然后好像可以就是没有那么多的顾忌啊 然后就是可以很专心的就是把那个戏完成啊 所以感觉挺好的 可是因为我们拍戏的时候其实很忙 因为你们也看到我们那个戏就是 很多事情发生嘛 又要变魔法啊 又要跳舞 又要唱又要做什么 对对 除了台词以后还要唱 又唱又跳又变魔法 真的不是一般的男拍 对啊其实准备功夫很多 嗯 可是可能就是因为我们三个女孩都挺 就是大家都很欣赏对方 所以也不会说有我们之间也没有什么 就是一直都很很融洽 嗯 又没有什么说 哎呦这个镜头 为什么哈哈哈哈哈哈 从来没有一些不愉快的 对 嗯 可是就是因为当时实在是要应付的事情太多 大家也知道我们一些歌也就是真的要准备很多 所以其实大家也很希望好像刚才雅芝姐说的 哦我到现场就是好像把所有的东西都备好 其实每一个都是一样 所以按地理我们下就是下班也不会出去玩 就是因为要准备功课 所以也觉得这个戏难得今天有还是这么受欢迎 可能就是也是因为我们从前的努力 嗯 所种下的 嗯 的果 对啊 努力过就不会有遗憾 很美啊你 嗯 他就觉得很美啊 你也是啊 我们互相欣赏大家 这一句 嗯 刚刚芝姐您是不是有什么想要分享 就是我刚刚你说这个是真的不是八卦 对啊 嗯 这是真的比如说你说八卦就是说我跟叶童不和啊 什么戏上夫妻啊戏上末路人 就刚才叶童姐不是解释 因为每天要拍的场次是十几二十 有时候二十场 那除了台词还要记那个歌词 还要跟那些歌词去走一些步伐那些 真的太多太多要记了 太多太多要去做好 所以大家都是把那个精神集中在工作上 但是我们还是有一起出去 记不记得在杭州我们一起出去找那些小馆子 吃杭州菜 哇 有有有 在杭州那些日子很开心 对 就是偶尔那天有真的有一点空档 对在西湖店上 难得的也就是今天可能看就是回头看就觉得 今天可能就很难能够拍到那个断桥啊 对 对 对 很珍惜我们都很珍惜 这个是第一次出外拍戏 是 就是去杭州 那么美景 好玩 是 有很多人问说枝姐跟童姐 什么时候 这上一次是什么时候见面的 多久没见了 刚才我说了 我去看的话剧 然后叶童姐又在18年的时候 来《八个女人一胎》 戏那个电影里面 来捧场支持 谢谢 谢谢 那就好感动 我有见到 我有 我天天都有见到雅之姐 我在抖音见到雅之姐 跟我心有灵心 我也说我有看你 你昨天发抖音 你一边跑一边转圈 很厉害 我们那个配音乐都一样 我们那个配音乐都一样 但是你放了 我们就是那个配音乐都一样 你们两个用了同款的BGM 许仙跟白娘子是同款的BGM 那个也是心有灵心 都上了抖音的热点了 叶童老师 因为今天是雅之姐的生日 那您有没有什么祝福的话 我们可以最后对雅之姐来送下 属于许仙的祝福 好 雅之姐 雅之姐 天天开心啦 身体健康啦 永远美丽啦 然后就是多拍一些好的作品给我们欣赏 谢谢 谢谢 感谢感谢 我们真的最期待的就是 许仙跟白娘子可以再一次的同框 再一次的合作给我们所有的观众朋友们 带来更好的作品 谢谢 我也非常期待 谢谢 你的蛋糕我收到了 我等一下要去护肤 我等一下要去护肤 什么耳背后面 记得 今天晚上开始 小秘密 今天晚上开始 这个小秘密 我现在才知道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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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 那我们下次见咯 拜拜 好 拜拜 拜拜 好开心 好开心 真的很贴心 也知道我喜欢吃那一类的蛋糕 是的 她之前因为聊天